在今天中午将近12点的时候 在台北市志成路二段这边是发生了一起车祸 当时一名80多岁的老汪 他从加油站骑完车之后 准备要右转出来 却突然失控 把刹车踩成了油门 一路上就失控 并且是直接开上了人行道 还把在路边的油桶给撞进去 店家里面导致店家的玻璃全部毁损 就连附近的民众听了也是全部吓了一跳 赶紧下楼来查看 但你来听稍早最新访问 我只听他鸡一声 那我以为人家在开车刹车的声音 结果我还听得砰 很大声的那个声音 结果那两个油桶把它撞进去 那我下来看油桶在里面 车子刚好撞到那个角落那个柱子 好可以听到呢 这个民众他当时是住在楼上的 他是先听到了很长的一声的失控声音 并且之后又听到一声巨响 以下来看之后发现整个油桶竟然是被撞进了店家里面 而这油桶呢是整个得逃灾 并且呢把这个店家的玻璃给全部撞毁 而目前呢店家都还在收拾当中 不过店家是有向我们透露说 其实呢当时也是听到了巨响之后出来查看 幸好没有人在门口也没有人受伤 不过呢整个玻璃都被撞坏了 并且呢里面还有一些设施也是被撞毁 但是呢目前损失的金额是多少 还要慢慢来预估 而油局呢也说等到警方来调查完毕之后呢 这个油桶的相关的损失才会再来向驾驶求偿